今天来看一下华强美标课是怎么测试二手机子的 然后打到什么标准才能把握出去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好 第一个是插卡半个小时以上 就是 这个机子他的手机卡 然后他防止他跳信号 就是我会把卡插里面 就是测试时候把卡插里面 然后会放半个小时以上 然后看到出现有没有跳信号那些 然后也会好 看一下第二个是电话通话三个 就是说打三个电话看会不会出现 不不误的情况 然后通话清不清晰 好 连拍的话 连拍600次才是实情况 就是 你打开相机 然后向左拿的时候有个连拍 就是他 连拍满600的话是一个情况 就是我会连拍十次 就是总共六千张 好 看主板有没有重启 好 我没有重启之后 我还会录像像这个是11破马斯可以看一下 是led屏的 就是要最低亮度一个小时的录像 打开长方灯 4k60 然后点录像 然后一定要最低亮度 led的话 它屏幕会老化 如果长时间一个界面的话真的会老化的 所以说最多就是一个小时 多次测试出来 最多就一个小时多了就不行了 好 最后一步就是 可以看 游戏半小时 或者王者荣耀 就是我随便下个游戏 或者想玩什么下游戏 或者王者荣耀 像我这个的话都是已经下的 能下的王者荣耀的话 要等微信会麻烦 只要我玩三把游戏 然后没有出现重启那些就是都通过了 然后最后 其他小功能早就测试好 然后这是主板确定他已经是没有问题了 好 我们会拆机 这个机子已经是拆开了 看到有机子是一个全员状态 然后拆的话胶也是非常硬的 好 现在就是可以把它装回去 然后螺丝打回去 就可以达到发货状态了 现在到了最后一步 就是把屏幕加热之后 然后重新贴胶 然后用橡皮筋 然后这个夹具重新固定好 像我这样测机的话 就是去降低机子的售后概率 但是电子产品的话 就算测的再仔细 它可能会有 发的故障 那就是无法避免的 但是我会尽最大的程度 把这些都先给排除掉 然后我们就 这几次测试完 我们会接着测试下个机子 像这个的话 王者荣耀已经准备好 等我去了 发货前的最后一步 就是把机子放在消毒盒这里 消毒5分钟 然后就可以配上配线 然后发货给大家